頭髮 覺得說男人這一生 好像真的比女人辛苦得多 太苦了 這個好香 然後一秒便爆 還有你們嗎 中秋沒有烤肉 現在來烤 哇 超多吃的 今天補上 烤肉今天補上 為你陪一個 辣辣 我要吃完啦 我 我 兩個太多了啦 太多太多了寶貝 所有人都只吃香糖 呵呵呵 太多了啦 我三個人吃到完齁 這邊還有好多肉肉餒 蛤 要記得嗎 你 你是要擺盤好看是嗎 夾那麼多 擺盤給他擺的滿滿的 夾一點菜菜 直播 不敢吃那個 對 他敢吃鹽椒 他不敢吃 敢吃只是不愛吃 敢吃不愛吃 你要勇敢 嚐一點對不對 嚐一點 那洋蔥 哇 有沒有覺得很像吃buffet啊 讚喔 有沒有 有沒有 有興趣的來 我說很像吃buffet 阿嬤說吃烤肉不能配什麼 奶製品對不對 乳酸菌啊 這些都不能吃 牛奶啊 菠蜜不是 菠蜜不是 對 連動沒有夾 青椒 要不要青椒 等一下再夾 太多了 青椒在哪裡啊 青椒在哪裡 沒看到 因為眼裡只有 眼裡只有肉 等一下再吃 對 等一下再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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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子滿啦 有青椒啊 對啊 有青椒 小寶貝一起吃飯 快起來 沒有蒜頭 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去做buffet 拿了一點點菜 感覺菜快被吃光了 肉還剩很多 這個是烤櫛瓜 真好吃 烤生菇 我烤的生菇 再吃一個泡菜 小寶貝你敢吃泡菜嗎 一點點的辣 不要 辣辣了 真香 我的寶貝吃好多肉啊 不知道吃不吃得下 掌握好了之後就胃口大開了 最近吃很多 吃很多肉 吃很多肉 沙拉菜 甜椒 你吃得完嗎 吃不完就分我一點 你吃不完我就拿一顆給我吃 可以跟著吃 好那我吃喝 花枝丸 好謝謝寶貝 真好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 各吃各 真的好吃 能多胃口就好 能多胃口就好 吃起來也特別香 這不出來吧 能多的時候 自不覺得就吃了好多 只是餐桌太小了 現在來去 再去夾一點點餐 吃一個鵝肝鵝肝 鵝肝 啊這是鵝肝哦 不是鵝肝 我老公做了鵝肝 什麼鵝啊 什麼鵝的鵝肝 鵝肝 嗯 涼拌黃瓜 再吃一個杏鵝肝 我的盤子裡面大部分都是素的 你的盤子裡面大部分都是 昏的肉肉 男生喜歡吃肉肉 對不對 第一輪十分鐘 十分鐘快吃完了 第二輪 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欸我們再炒一個菜 欸菜來嘍 喔 紅油仔 對啊 好吃 剛剛家炒了空心菜 我炒了 我炒了 肉包 要不要吃這個豆包 要不要吃吃吃看 脆脆的 哇 脆脆的有沒有 這個豆包很好吃 脆脆 有淡淡的豆子的味道 哇 太多菜了吧 清淡 那媽媽炒的菜蠻好吃的 吃的那麼大口 媽媽炒的菜好不好吃啊 好不好吃啊 好不好吃啊 好不好吃喔 媽媽炒的菜好不好吃 騎車一定要帶什麼 安全嘛 對 這是安全嘛 我們今天吃柚子 然後打開呢 發現它的皮是粉紅色的 然後裡面的肉肉也是粉紅色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也不知道 現在要來試吃看看 這個粉紅色的柚子 好不好吃 嗨 大家好 我是翔翔 今天剝了一顆柚子 它是粉紅色的 大家有吃過粉紅色的柚子嗎 我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 忘記以前有沒有印象 好像 我記得以前有沒有吃過粉紅色的 然後今天呢 有看到這個粉紅色的 我叫小寶貝說 趕快把它拍下來吧 為什麼呀 為什麼粉紅色的就要拍下來 寶貝 因為很特別 很特別 它裡面這個皮皮有點粉粉的 外面是綠 對啊 外面是綠的 完全看不出來是粉的 它裡面的組織好大顆哦 這麼大一顆 那我們現在來品嘗一下 粉紅色柚子的果肉的味道如何 叮叮 粉粉的很好看吧 這裡裡面是紅色 哦 嗯 好香哦 有一種香氣 好像香水哦 寶貝你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來啊 來吃一口 我的作夢 我知道啊 媽媽餵你 那我兒子來品嘗一下 看看怎麼樣 來 請吃一口 來啊 大口 還有很多汁汁啦 不敢吃 他竟然不敢吃吐尿啊 為什麼不敢吃啊 我超喜歡吃柚子的 也沒有到超喜歡啊 就是我蠻喜歡吃柚子的 一天可以吃掉一整顆 一天可以吃掉一整顆 你叫我帥 帥 阿嬤還要到 過來過來 進一進 下面我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家的小寶貝 哇超酷的 過來過來 我幫你弄 過來幫你帶 媽媽坐在這裡 啊海盜 坐坐坐坐坐 下面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家的寶貝兒子 海盜 請問這上面畫的是什麼 鑽石 鑽石 所以你是 鑽石海盜王 不要心這裡畫錯一個 好酷哦 海盜我可以拔丟你一下嗎 可以 好酷哦 這個帽子是你自己做的嗎 對 對啊 那你那個鑽石是什麼顏色 很紅色哦 對 那你為什麼要做海盜 海盜帽 又不是海盜帽 我又想要做一個帽子 但是這裡剛好有一片子 剛好遮下來 對 然後下面就是這樣 好可愛呀 女海盜要來了 哈哈 我的天啊 太扯了 好煩 省了小孩以後就是這樣子 太苦了 有一段時間 我老公常常在加班 平日呢就加班到8點才到家 然後節假日呢 也都常常去公司補班上班這樣子 就節慶日的時候啊 很少很少會休假 大概是從 疫情的時候 我就有這種感覺 疫情期間 反正也不能出去玩就上班 嗯 也挺好的 就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後來 疫情解分了嘛 因為他要常常加班補班 有時候呢 我也是 心裡面有小小的 疑問 也不能說懷疑的 是疑問 女生很閒的時候 常常會胡思亂想 想太多的時候 也真的是 蠻恐怖蠻不好的 不過我還是很自信 就是 我覺得我找的老公 絕對絕對不是那種 那我很 很不放心的那種 我認為是我自己太閒了 然後有段時間 我去問我老公 我說欸 我怎麼覺得 你好像有家不玩的班 我覺得我們好像很久 都沒有出去玩了 我說疫情的時候呢 不出去玩 都可以理解 現在疫情解分這麼久了 我們也沒有安排出去玩 然後我老公的回答 那我覺得 想一想 覺得做男人 真的好辛苦 她說 現在呢 公司有需要她 她就盡量的 就是 上班 多賺一點錢 為了我跟我的小孩 現在呢 經濟不景氣 所以她就想說 我們自己要自覺一點 在還能 賺到這些錢的時候呢 就 就多賺一點吧 聽到她這個回答呢 有一點點小小的自責 自責什麼呢 就是覺得自己 真的是又愛胡思亂想 找麻煩 然後也自責自己 就是 沒有辦法能夠 幫助到她 就是解決這 經濟方面的壓力 因為其實 因為我跟她是有差距的 在我看來 現在這樣子已經很好了 因為我是 小的時候 本身就是 經濟沒有特別好 然後現在到了這邊 對我來講是一個 怎麼叫 就是一個 對我來講的話 是一個滿足的 一個狀態 覺得已經很好 但是她呢 她從小的 環境呢 她相對於我的話 她是 就是一時無憂啊 這樣子 然後現在她自己突然間 又要養老婆 又要養小孩 她就突然間 就是 壓力就變大了 就覺得說 一個能養兩個了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周邊的女性朋友 她們呢 結了婚之後啊 我自己的加油圈 這樣子 90%都是男主外 女主類 嗯 所以我有時候會想 覺得說 男人這一生 好像真的比女人辛苦得多 從進入職場開始啊 男生就要不停努力的工作 才有辦法支撐一個家庭 那女生呢 在家裡面 相對來講我個人的看法 還是覺得 譬如說累了就可以談一下 今天不想煮飯就可以點個外賣 這是相對還是比較輕鬆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咯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你們 拜拜 拜拜